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千多亿 两千三百多亿 你如果是一塑量完了这可能够呛就得回来了 如果不塑量那还有戏 今天你看是塑了 但是塑了也不多 还是两千多亿 你这样但是今天没涨 没涨大家也说了 你看你昨天你涨这么多 今天你歇一歇也是正常的 对不对 那么之后也许还能涨 毕竟这一根立地羊 这是不是一个放量的立地羊 突破这个突破那个 该突破反正都突破了 是不是现在应该拉回找埋点 也就是真正的六月份已经有戏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在电视机面前 即便您不是这个少年儿童 您家里的孩子肯定有了儿童 首先我们先祝他们节日快乐 毕竟他们是我们的未来 是不是 那么在这种节日 六一节儿童节 你看这个走势 走势确实不太活跃 今天一根上岸线回来了 特别是这个创业版 收出了一根什么比较长的上岸线 有点涉及之星的味道 其实今天两市的高点 昨天我们在明日显现报当中 期间已经预表给大家了 一个是上证的时候六二天线 昨天我们显现报2930附近 对吧 今天是2929 另一个是2188 是吧 我们昨天是2190附近 这是三角形突破以后的理论两府 这个在我们最后一个环节 明日显现报当中再细细跟大家聊 也就是说通过五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 以及六月份第一个交易日 我们看一看六月份这个行情它有戏 它如果是说 你说不好说 你说也许一怎么怎么样它就行了 一怎么怎么样它就不行了 没关系 我就想问您 我也要思考 大家要思考 那个怎么怎么样 到底是怎么怎么样 你判断它能不能长 有什么依据呢 一旦发生什么情况 它就能长呢 如果这些情况它解决不了 它肯定长不了 这个是不是我们应该在思想里头 首先你有这么一个准则 有这个线呢 你过去了我就长了 满足了就可以了 没有满足 这条件它肯定长不了 那么昨天呢 我们这个编辑给您做了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编辑 就是说你六月份的投资日历 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 它在中间这一周啊 非常非常关键的有好几个事 是吧 我们说了你看 好几个事 你看这一个是这个 MACI 联储一息 万科是不是复牌 这当然了 这都是你还俩礼拜呢 那今天 画个对勾 什么呢 五月份的这个数据 第一个数据它出来了 PMI出来了 这个数据呢 应该讲啊 还算可以吧 至少是60分以上 没问题啊 就是说你这个 这个制造业的 比上个月还强一点 是已经三个月 在融库分尸领以上了 那非制造业 虽然说比上个月它下一点 但是至少呢 它也是这个融库分尸领 是50以上 还是在50以上 那显示什么呢 其实未来这个经济 没有什么 大家预期像大盘一样 这不行还得探底 这22638不是底 也这2400 2500 2300 2200 至少从这 经济上我们没有看到它怎么不好啊 虽然说这个经济探底 经济探底以后啊 它可能复苏啊 还起来可能会慢一点 对吧 慢一点 你不管是什么L型 U型至少它不下去 那么我们这个大盘呢 它就没有理由呢 在短期内再度向下探出它那种 什么我们意料之外的空间 那我们知道 这投资这事怕什么呢 怕这没有预期 预期不明确 这事最害怕的 就像您走黑道一样 对不对 挺黑的马路 对吧 然后没有灯 这时候怕什么 你现在什么什么没有 一条大马路 很笔直笔直大马路 你会玩没有 很快走吗 你不行啊 怎么样 我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 害怕啊 前面我井盖没盖 就掉下去怎么办 你说对不对 你看不见 投资也这事儿 那既然未来我们没有什么事情看不清 除了这刚我们说那几件大事 除了那几件大事 其他的没有什么看不清的事 那现在你看大盘 涨一下它停了 它是不是停停它就能继续涨呢 这我说呢 你关键是看什么 我们看盘的两个要点 我一直在最近一直强调两个要点 谁啊 一个是蓝筹权重 一个是成交量 那么蓝筹权重 我们今天 昨天非常好啊 券商大涨 是不是 虽然说没有之前那么凶猛 就是集体涨停 昨天没有 但是涨费也不小 但是今天他歇了 你看以前券商一涨 他最基本能持续一点日子 甚至说有的股票连续涨停 对不对 这次没有 涨一天他歇了 而且不光他歇了 权重基本都歇了 那么另一个呢 这个条件没满足什么呢 量要持续的放 那么现在虽然缩了 但还可以 那你今天缩了没关系呢 那你不行 你不能明儿后你接着缩 这事就有问题了 所以说呢 你现在两个重要条件 它满足了呢 满足了多半条 就那量还没有大缩 是不是 前面没有满足 所以就起不来 那么有人说呢 你说你这个权重骨 我们也不做那玩意儿 你这也不动 三千斤一开花 三千斤一结果 对不对 我们看他干嘛 不对 你一定要看 对吧 我想起以前前几年 在天津的时候就一次 就是我一开电脑 后边一边对朋友围过来了 我们看老刘自弦股有什么 第一个中石化 第二个中石油 对吧 然后什么什么 宝钢啊 长电的都这样的 什么中国 全是带中国的 一看发就散去了 你就看这了 有什么意思 指数 就是由他们构成的 如果他们不搭台 他们冲关的时候不卖力 对不起 小弟们的表现就没有舞台 你再好的演员 你别管跳舞蹈都还唱歌了 必须有一个非常坚稳的舞台 你提供给他 否则的话 你唱上半截太塌了 你说谁敢上去上 是不是道理啊 所以我们最近要看盘 还要看这两点 全中国你歇一歇没关系 对不对 因为昨天涨的比较多 对吧 你歇一歇 你不可能指望着 出信证券 你连续涨停 对不对 他歇一歇之后 你不能持续的走路 这个行情就还有戏 对不对 那么六十天线 他就能够站上去 对吧 你要说量呢 两千多亿 别大缩了 对不对 你两千做到两千二 两千二做到两千一 这可以 你别换两千一下 一千八一千六 这就有回事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 是一个关键的所在 另外呢 现在的盘面呢 我觉得呢 既然已经被激活了 被昨天那根大阳线 再次把肉招回来了 你这盘子还行 你看你回来 那最近几天 我觉得呢 这个盘面的活跃度 应该还会存在 至少呢 我们有可以操作的空间 但是在我们之前 说那两个前提 没有解决之前 您还是应该 按照反弹的短线 来对待它 这时候呢 因为毕竟刚刚起来 还别 怎么一钢一鞋 不相信 现在就为了三千 三千一 三千二 三千五 三千六 你先别那么看 先别说什么大牛是来了 我不是说他就一定没来 但是至少现在 我们很多条件还没有满足 更何况 我们在这个月中 连续这一周之内 有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直接影响我们旁边的事 还是悬而未绝呢 是吧 在这种情况下呢 大盘也好 个股也好 它犹豫下 也是正常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具体的 在操作上 应该注意哪些方便的事项 以及我们在操作上 该使用什么策略 不同的情况下 你应该使用不同的策略和技术 这个呢 我们一会儿呢 和我们现场的嘉宾呢 仔细地聊一聊 那么在和现场嘉宾聊之前呢 我觉得应该看一看 我们这根大眼痕之后 今天市场都给我们带来 哪些信息 我们的编辑呢 也给您做了一汇总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 今日市场斩幅震荡 护制全天围兆 昨日的收盘价盘整 振附近0.67% 但量能明显大于吃钱数周 最终报收2913.51点 微跌0.11% 创业繁止略显强势 高开后一度冲高 随后略微回落 报收2168.82点 上涨0.42% 宏观方面 中国5月官方制造业PMI 为50.1 略高于预期的50 与上月数据持平 连续三个月处于融工县上方 5月官方非制造业PMI 为53.1 略低于上月的53.5 市场方面 社保基金会新设立的 养老金管理部 和养老金会计部 目前招聘工作 已进入到第二阶段 从这个进度看 招聘工作应于6月份结束 业内预计 8月份养老金入市 或已成定局 养老金初期入市规模 约为3000亿元 占A股流通市值比例 约为1% 板块方面 昨天国务院正式印发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及土石条 根据计划 到2020年 受污染耕地 安全地用率 将达到90%左右 分析称 土壤修复短期市场空间 达数千亿 远期完全治理的市场空间 更是达到7.4万亿 手地好推动 环保板块全线拉升 好 欢迎回来 那么刚才说了 你看养老金真的要来了 第一次可能小事牛刀 钱不是很多 但是没关系 只要是效果好 后不过我觉得 它可能会源源不断地进来 另外那土石条 相关的板块 我觉得在很长一段时间 它既然是一个土石条 国家出来的东西 它就不是一个短线的消息 相关的公司可能会收益 您可以从这里面 挖掘一些优质的公司 好了 我们现在回到现场 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江崎 一位是缺光敏 刚才林立也介绍了 是我们两位少壮派的技术高手 是吧 你别看年纪轻 但是呢 活儿其实也不错 通过我们以往的这个节目当中 可以看出来 一个是暗藏杀敌 那位缺光敏呢 曾经给在西图永词还没长呢 是吧 我们就先推出来西图永词 那么好了 那么今天这个行情比较关键了 那么一个人还打起来了 一个星停了 他是就此就停下去了呢 还是歇歇我再走呢 江崎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我还是先说结论吧 结论我认为这个反弹 短期反弹还在延续中 但中期的一个定性呢 其实还是有一些变数 但是我认为这波是一个中期反弹的概率 应该是大于60%的 然后我们再说逻辑吧 短期这个反弹的话 其实我们前面说到成交量 其实我们去看一下 今天其实如果两市加起来的成交量 其实是要比昨天大的 今天是上阵相对来说 要小一点 深圳比较大 深圳这一块 包括中小版创业版 他们其实都是带一个缺口 今天缺口都没补 而且成交量是比昨天大的 还挺多的 所以说两边加起来的话 今天是放量 所以说我认为今天这个走势 其实还是比较健康的 那对于就是短期的一个 这个反弹的定性呢 我们今天看一下图 那我今天是先看一下 平均股价的60分钟图 那这张图的话 主要是说明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其实我们上周做节目的时候 是谈过一个方法 就是抵背离 当时我们也是说了 5月20几号 大概5月中下旬吧 是有一个变盘点 对吧 然后如果在这个变盘点指数创出新低 打出一个背离点的话 那这个点我们是会做一个 抄底的一个动作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在下面这一段 就是五浪嘛 就是第五浪的时候 然后指数创出了一定的一个新低 然后下面的一个MACD 是出现一个不断的 一个走高的一个动作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最后一段 就是一个五浪的最后一段 一个楔形的一个过程中 一旦突破之后 那其实后面就出现了 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加速 而且是出现了一个放量点 所以说我们之前 是把这个技术面上面的一个操作点 一个是新低 你可以做一个左侧 然后一旦突破之后 你要做一个追加仓位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目前对于平均骨架指数来说的话 目前还是处于这个反弹的过程中 而且我们要知道一点 背里一点一般出来之后 至少会运行一个ABC结构 或者说我们称之为N字结构 那目前只是 只是在第一段的过程中的话 我认为这个反弹后面 至少还会有一定的一个反复 就是最少的话 它如果是60分钟级别的一个反弹的话 也会有一个N字结构出现 对 然后我们又看到上面一个阻力位 那这一段阻力位的话 我认为是比较关键的 它有几个点 第一个是它是一个前期的一个平台低点的一个位置 然后同时它这里也是一个缺口位的位置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从最高点下来的一个50%的一个分割位 已经三点了 然后最后一点 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是谈过 周线和月线级别 5178下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向上趋势线 其实也和这个点形成一个重叠 所以说我这边就把一个就是这个点 变成一个非常粗的一个圆的一个实行点 这个点是4个点形成的一个共振位 那我个人认为的话 短期内反弹会去考验这个点 那在考验之后能否做一个突破呢 我们要做一定的一个观察 如果突破的话 那我个人就确认 后面这波反弹的一个级别是比较大的了 如果不能突破的话 那还是定性为一个60分钟级别 底背离形成的一个反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张图 另外一张图是上阵指数的一个周线图 那这张图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点 上阵指数它其实已经做了一个突破了 就是5178到之前的4000多点的一个高点 对 就是这次熊市下来的一个主要的趋势线 它其实在本周 它已经做了一个突破了 而且我们从时间序列上面 我这边其实是标的比较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6124下来是52周 然后3478下来是47周 然后后面有57周 有55周 那基本上每一段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时间段 都是在50周左右 那我们这次的最高点 5178到现在 到本周的话是51周 所以说它得出一个平均数的话 其实从一个调整的一个熊市的一个 阶段性的一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其实目前这个位置 时间上已经足够了 而且目前其实也是做了一个突破 那唯一的一个变数出在哪里 就出在我们说的平均股价 因为平均股价它代表上升指数 也代表创业板 中小板 深圳中指 深圳从指 所以说其实其他的指数 还没有全部突破的一个情况下 只有上升指数突破 其实它的可靠性还是有些降低的 所以说我们前面刚刚就是在开场的时候就说了 目前我认为大级别反弹的一个概率是60% 那这10%就多在上升指数已经突破上面 所以说我们这边要观察的是后面 这波反弹的过程中 平均股价指数它能不能打上去 一旦打上去的话 那我更认为后面的反弹的空间位 会比较高一些 就是说平均股价它是不带权重的 对 就是说没有你盘子大我盘子小 没这也没事 就你多少钱我多少钱 他多少钱加一块移除 对 比如说现在一共是3000加 加一块所有的价格加一块 除以3000 这个平均股价 所以说它就比较客观一些 它代表了整个市场所谓的股票的一个平均成本 对 就基本上说 如果你是看商人指数的话 它有可能一个银行 确认商 因为那些票它本身跌的就少 对 所以它一涨就突破下来 它比较不客观一点 所以说我个人建议 你要么看平均股价指数 你要么看深圳宗旨 因为深圳宗旨它其实也是代表了 相近1800加公司 没错 深圳宗旨现在可能很少有人看了 深圳宗旨目前其实也没有突破 它其实走势和平均股价指数是差不多的 它其实也没有突破 所以说短期先看反弹 反弹之后看能不能去过掉 我们前面说的就是那个重要的阻力位 如果过掉的话 那么我们把反弹的行情的级别再放大一些 至少你短到中期 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每天都播 对不对 你不能一下给我指下个月 对不对 那么短到中期 你就上面画你大绿点那 最起码我从那离那看 还有点空间 对 最起码我们还能做 是吧 最好坚持到下次你再来 再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办 是吧 姜文明你觉得他认为短期 最起码还有点空间 至于说往长了看呢 我们也到那看情况 是吧 你觉得呢 我觉得短期来看的话 应该会在2860点到2930点 这一带做至少两次的一个来回拉锯 主要的理由是因为之前的 我们知道底下盘整的时间比较长 不 两次我先打断一下 就两次2860就到2930 2930 2930今天到了 对吧 今天是不是到了 就差一个点2929 那现在回到2860 再到2300 再到2300 这叫几次 这叫一次 然后再上2就算0 再回到2800 就两次 然后呢 这个地方大概做一个两次 然后再 两次之后再看 因为现在两 就是看这两次之后 它的成交量是怎么样的 这是最主要的 因为我们知道前一期 在2780到2830的这个位置 大概来回五六次了 反正最低点 对 来回做了五六次的震荡 那么主要是后面主要还是 我们这一波领头的板块 主要是吸头泳瓷 对 还有一个就是李电池是之前的 这个龙头 对对对对 这次带上来的主要是 之前是吸头泳瓷 就是上个礼拜 这昨天带上来 就前天了 昨天是前天 这个券商股 它是等于是大盘股 再加上吸头泳瓷 这两个大小一起上 所以导致了大盘一个上涨 那么所以说 我们现在第一个是判断技术 技术上我认为 是在这个位置 要做两次的震荡 那么从这个板块上来说的话 现在因为之前我说了 就一个是李电池板块 一个是吸头泳瓷板块 吸头泳瓷板块 其实从这个两个礼拜多来 涨幅已经比较大了 对吧 包括这个李电池 已经涨幅比较大了 是之前的一个牛股 那么现在除了就是 昨天除了券商大涨以外 就是好像没有看到 更能够带领大盘的一个板块 现在券商今天就歇了 对吧 那么至少要看到一个 其他的领涨板块出来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 你后面的行情就是有可能展开 而且我们正好现在 面临这个关卡的位置 就是2930 六天线 对对 就在这个关卡这个附近 那如果过了这条 过了这个关卡的话 再加上板块出来的话 那即使成交量不是太大 我觉得有问题不大 但是现在的关键是在于 首先我们明天券商 券商是不是能够带起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 那如果明天 如果我们说如果 如果明天券商又起来了 2.3来很近 对 一下突破了 对 那你那两次那还成立 我觉得还是成立的 还是成立的 因为如果券商 光券商起来券商要回调 它现在很多板块你看 它连涨两天之后它要休息 它一休息的话 别的板块跟不上的话 它指数就带下来了 今天就是券商跌指数 从而回落了 如果今天券商还是红的 那指数不是还是红的吗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券商 至少要加一个 其他的一个板块 它最好是低位 刚刚启动的这个板块 如果走出来的话 那我认为这个行情 可能高度还会更高一些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之前我们在2780到2860 这是个箱体 那现在突破了 就是再上一个箱 2860到2930 对 又构成一个箱体 在这震荡 对 我觉得大概率是在这个位置 震荡的概率比较大 基本上那时候 那按照你这种观点 现在基本上就是相提顶部 对 现在基本上是一个相提顶部 现在关键是操作是在于 现在回来的时候 你是应该是接的 问题是你是接什么 其实最近有好多朋友 他说我买的股票 动也没动 他是买的一些 现在已经跌破2638的股票了 那当然是这两天 大涨也跟他没关系 你一定要去买 上升趋势的股票 你不能说买什么电力股什么的 都趴底下动都不动 板块的事 一会我们说 你的意思就是我听明白 就是你现在已经在相提的接近顶部了 现在我不是买的时候 但是不是不买 是现在不买 你拉回来我就可以买 既然它有去年证 反正这个去年也不大 对吧 你这2860到2930 这个70点 对吧 下面是80点 是吧 上升70点 你拉回来 拉回来之后呢 我就现在可以买 看好你 然后你拉回来我就可以买 对 那基本上按照相提 这么去操作 对 最起码还能再操作一次 是吧 你下次再猫这我再卖 再回来我再接回来 对 可以做个两次左右 对吧 他是这么一个逻辑 对 这么一个操作方式 对 那好了 那么现在就问题来了 反正你们俩都是不看待 他基本上是看平 对吧 你在相提里边是平 你呢 就觉得至少你往那大绿嘎的那 是吧 你先去一次 是吧 你既然N字嘛 你的N字即便回 那么你这下 你这一二三N字嘛 你这三肯定要突破这个一 那谁叫N呢 对不对 那么就是说 比他看的稍微乐观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着 你都能做了 这时候能做 他不是那个单边的时候 我不能做 那这个能做的时候 这次你给大家带来哪个板块 首先是这样 我们上前两周吧 我们之前推荐的是一些偏防御性的 或者说偏业绩性的 因为当时市场 其实还没有突破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要偏防御些 那目前其实已经走出来 一个情况下的话 首先一点 如果现在还是有一些 业绩类的个股的话 我个人建议还是可以做一个 中线的一个底仓的继续持有 然后如果是目前做新开仓的话 其实目前有两类票 可以做一个选择 一类票的话 是昨天其实是率先启动的 我们知道一个是券商 然后还有一个互联网金融 然后还有一个是稀土泳词 那稀土泳词的话 目前长得太高了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 在目前这个位置上 是暂时先做一个排除 先是还是看券商和一个互联网金融 这两块的话 短期内如果出现一定的一个 回拉回踩的话 个人建议可以做一定的一个低息 因为他们是昨天 第一批打出市场人气 把指数打上去的一些 就是一些品种 然后另外一批的话 是做一类潜伏类的一些板块 像一个是体育板块 我是比较看好 因为后面有很多事情 因为我今天其实也是 稍微看了一下 6月份一个是欧洲杯 一个是美洲杯 然后这两天 是在上海开了一个 什么国际运动什么大会 对 然后8月份有奥运会 然后9月份有 那个中国参加的12强赛 所以说事情是比较多的 然后其实我们知道 在5月初 当时也是公布了一个 十三五规划 就是体育方面的一个 十三五规划 那大概算了一下 到2020年的话大概 从现在算起 大概是每年增幅 大概在20%左右 所以说这一块的一个产业 未来的一个发展潜力 是比较好的 目前其实股票 其实也没有怎么动 那我个人认为 在这一块里面 可以做一定的潜伏 然后另外一块呢 是那个就是iPhone 7 那最近大概市场 有一定的消息 就是说大概在9月份 可能会发布这个 就是新款的手机 那这一块的话 相关产业内的个股 包括和苹果公司 有一些合作的 是它的一个供应商的 一些个股 可以做一些关注 所以说现在分三块 一块是业绩类的 你目前手里已经有了 那我个人建议 你继续做一个持有 然后如果现在手里有钱的 那就分两块来看了 一块是偏基金类的 就是打龙头 对就是短期间 已经开始启动了 昨天率先启动了券商 和互联金融 他们如果出现一定的调整之后 可以做一个低吸 然后另外一块 就是目前没怎么动的 去做一定的一个潜伏 那未来毕竟市场是有一定的 一个催化剂在里面的 你可以做潜伏之后 后面起来之后 你再去考虑一个 就是后续的一个操作过程 对 好了 邱昂敏 你的那个系统组 现在都飞上去了 对 别跟大伙说那个了 有没有新的 有新的 今天的新的 而且我觉得是2016年 下半年的重头戏 我先给大家一个数据 就是全球最大的面板供应商 它现在二季度 就美国的 二季度的订单采购量 是超预期的 而且是创了15年的新高 台湾的那个散唇 这个五大就是散唇涨价 导致台湾的五大这个散唇的 上市公司全部涨停 全部涨停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 而且这个半导体行业 它整个的前几年 都是处于一个下滑的态势 那么现在是底部刚刚起来 那么意味着就是 我现在目前最看好的是 下半年最看好的是半导体 半导体的一个行业 那么现在半导体当中 今天我在这个 那个体板上也列了 就是它现在的订单 超预期的一大部分的订单 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OLED OLED 这个是占比比较大 后面还有什么分离器件 GPU这些 它整个都是半导体 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里面的 这个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把这个半导体产业链把它带过来 那么下次的话带过来 那么我今天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年的行情当中 其实我们只要抓对板块的话 指数其实根本就没关系 不是只有 是只有 对 只有抓住板块 对 只有抓住板块 其实从那个年初的这个就是 比如说像那个锂电池呀 特斯拉呀 对吧 然后到后面的这个供给侧改革呀 然后到现在的这个稀土泳池 其实每一波 包括稀土泳池 这波好几个股票都创新高了 所以我觉得下半年的话 一些尤其是在低位的一些 没有涨幅太明显的话 即使大盘 因为大盘现在 从大的乡体来讲 我是认为它是一个底部区域 因为我之前讲了牛熊定律也讲了 就今年的下面的空间也就在2600点 上面的空间大概是在3000点左右 那么今年的大致的波动局限 就这个400点 那么在这400点的过程当中 很多板块的牛股会走出来 所以我觉得 只要是大盘是往下跌的话 这些板块都有机会 所以现在我最看好的是半导体行业 半导体产业链 里面现在是最看好的就是OAD 那么还有OAD现在相对来说 也比较偏高一点 对对对 但是半导体行业里面有很多个股 还只是刚刚启动 我看了一下刚刚启动 那么这些板块是值得去深挖一下的 就是说半导体大板块当中 OLED可能它是一个龙头 对是一个龙头 龙头完事之后 有老大还有老二还有老三 对 我们从那个老大和老二再 老大完事了 老二老三我们再去找 对 我再跟他讲一下 就是说举个例子 OAD现在我们主要的关注焦点 是在下游的面板上 它OAD什么概念 就是我们原来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电视 都是好几层 后面还有一个背光源 OAD是什么意思 就这两片当中 两片像面包片一样 当中夹了一个鸡蛋 就像三明治一样 那么夹这两片东西 这个是一块膜 这是一个膜 当中是发光材料 这个材料一般来说是 逐渐传导到上游的 不是马上就能够显现出来的 对吧 你现在苹果采购这个设备 采购了这个面板 也就是这个链比较长 它会向上传导 那么这个膜的话 现在还在低位 这个膜以后是肯定要涨价的 就跟当时的 我说的这个吸头泳瓷概念 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原材料 原材料 整个的产业链当中 原材料的这个消费的占比 是35%以上 那你说它 就是你的成品现在价挺高了 就不是那个价 就是我们的股价 成品的股价都潮上去了 对 但是你这成品是拿 那东西做的 这个东西的股价 这个东西还没涨呢 还没涨呢 所以逻辑吧 那么这两片膜 加上当中的那个发光材料 这个就是最值钱的东西 将来就是会传导到它那边去 所以说我觉得下半年 这个是 应该是重头戏 好了 其实呢 它选这个 这个三明治是吧 跟当初选的西特勇子 那是一个逻辑 对 我顺着你那个已经炒热了 没关系 我顺着你一方还挖 挖出它来是吧 一个是一个逻辑 好了 那么下面呢 现在我们觉得就该问二位了 就是那板块我们也有了 对吧 那你从操作角度上 现在呢 并不是那种大牛市 对不对 你别管这波怎么样的行情 就是像现在 你说现在我现在起来 通过了5178的 这种观点 我估计没有 是不是 就算看再好 也没有看那么多的 那既然在这种情况下 那就不是什么 就不是买进并持有 就完事了 对不对 你牛市是买进无补 那现在就不行 因为做波段的 这波段它就有讲究 对吧 你我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对于技术要求呢 比较高 比较难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 因为每天的嘉宾 都会为我们 介绍一些这种技巧和方式 因为呢 你光跟我说板块了 我是明天一开脑门 就进去买了 我还是再等两天 等没关系 你让我等也没关系 你说刚才许光明说了 你不得下来等下来 你也说你回调 拉回来 拉回多少啊 对不对 拉回5%行吗 8%行吗 或者说 我发现什么情况 我就能够把这些 我就看好的板块了 一出现什么情况 我就能进去了 这个我希望 就是大家 你们俩在后边 跟我们解释清楚 这个江西你先来 这样啊 今天其实 讲今天方法之前呢 谈过一个方法 今天把它拎出来 因为最近其实做了一个股票 其实昨天也是涨挺的 今天其实也涨得挺好 就是用这套方法做的 当时其实在节目中 是做过介绍的 可以把图切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张图其实 我们之前是在两次之前 我们是谈了一个强弱指标 就是说一个趋而柔强 当时是说 市场当时就是说 在短期内 我们是刚刚就是谈过了 指数是有个底背离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其实在同步段之后 其实里面的个股 因为它那个蓝线是上证指数 个股出现一定的一个分化了 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剪刀口了 对 这是上证指数 对 然后在我这边 其实有两个箭头 它这两个箭头 就是开始分开的时候 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剪刀口 而且这个个股 它是创出了一个新高 但是指数是平走的 然后在这一段平走的过程中 其实当时我们前面就说了 这段是指数是有背离的 指数出现背离之后 我们就选这种比较强势的 就是在指数出背离的时候 它反而是在高位 并且上升趋势线 没有破的情况下 我们把这类个股计 已经选出来的 然后另外一点 其实去年我当时是 给过一个指标的 就是说一个趋势指标 趋势定性指标 当时是 就是说它的满分是10分 这个个股当时在 大盘是0分的情况下 它是 就是说是得到了一个7分 这个数值是比较高的 它是0的时候 它就已经是7了 对 所以说它就是满足了一个 比大盘要强很多的一个条件 等到指数出现买点了 指数出现一个背离点的时候 我这边做了一个介入 然后之后就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 那就是说这一段的话 就是各位大家以后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在指数启动初期的时候 一旦它的检刀口开始拉开 特别是指数刚突破 出现背离之后 你应该做一个第一时间的介入 而不是等到现在已经涨 就是涨非常高了以后 对 好 然后今天其实介绍一个方法 是做一个未来上涨的一个 量度的一个测幅 它其实有三个方法可以去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量度测幅 第一个是波浪尺 我今天就是把这个波浪尺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波浪尺的话它其实是有几个理论关系 第一个的话就是它是一个五浪结构和三浪的一个调整 就是ABC三浪的调整 一般来说的话是把一浪和三浪和五浪去做一个 就是形态上的一个对比 然后A浪和C浪去做一个对比 然后它们的一个比例关系是A浪和C浪一般是等同的 或者说是一个1.382倍 然后一浪和三浪的关系是一个1.382 1.618和一个1.5倍 那我这边也写了一下 就是说大家要注意一下 一般在操作过程中 它如果是做一个预测的话 延伸浪像去年大牛市 包括6124的一个大牛市的话 延伸浪往往是它是无效的 因为它是 还有多 对 然后第二点的话是要注意一下 就使用的过程中 一般是运用一个周期共振和方法共振 像我们前面说到一个是波浪尺 包括量度测算 包括黄金分割 其实你可以用一个共振的概念 就是包括我们今天去分析那张60分钟图 其实也是用了很多方法得到了那个点 它是汇合在一个点上面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案例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张图其实是上证指数的一个周线图 它最低点是325点 就是历史上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大点 然后上去的话是2245点 对 然后再下面的话是918点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是用这个波浪尺 然后第一段 就是之前的一浪 第一段上涨 对 一浪下来之后 然后得到了一个三浪的高点 它正好是一个一浪的一个 就是等同倍 然后一个五浪的高点 正好是一个1.382倍 它其实是正正好好 就是如果你当时用这个 通过一浪和二浪的这个一段 去做一个测算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三浪的高点和五浪的高点 完全可测 就是可以测算出来 然后包括后面的下跌 它ABC解构 对吧 然后A浪和C浪的一个下跌幅度 其实也是等长的 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一个波浪尺 得到的一个空间 它其实也是正好到了一个 就是在1000点附近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现在的上升指数图 好 现在对 对 那我们就用这个波浪尺运营到现在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谈过 目前毕竟平均股价指数没有突破 其实它一个突破的一个可靠性 就是可靠性并不是特别强 那如果后面一旦突破的话 有效突破的话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用波浪尺一拉的话 它其实后面是到3250点附近 如果是1.382的话 它到3400点附近 好 这就是比较乐观了 对 应该是比较乐观了 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选个不是也好 选什么也好 应该是还是用我们这个量浦来测一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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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缺氷免给今天我们带来什么方法没有 今天我带了一个也是我比较压箱底的东西 这个也是接着上次的内容往下讲 上次我来的时候是讲了一个叫A股的牛熊定律 那么今天讲一个叫反技术理论 这个是一般是在熊市的当中用的 牛市当中一般叫正技术理论 那么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为什么要适合现在来用 因为现在我们处于熊市的下跌阶段 包括今天 而且今天非常巧 就是说我今天讲这套理论正好和我们今天的大盘是相吻合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仔细地去研究一下这个到底理论对不对 首先这个我说一下适用情景 它是熊市的突破卖出法 但一般的人认为就是说可能新股民或者尤其新股民 他说学的都是突破买入 对对没错 那么我现在讲的是就是在熊市状态下 一般来说是突破卖出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卖出呢 就适用情景里面有三条 第一个是股价带量上涨突破N日的高点 这个N日一般来说是10天左右 那么也可能5天 一般来说是10天 周期越长可能效果越好 然后第二个条件是当日的量要大于前一日的成交量 明显大于前一日的成交量 那么次日的量能却是萎缩的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阶段性的低点以来上涨的幅度或者斜率相对来说比较大 那么在这三个情况下的话 那么一般我画红字的就是T加1卖出 这个T是不是你传统印象的T加1 这个T是突突突破后 突破后的第二天 T加1就是突破后的第二天 减仓或者卖出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对不对 请主持人切到这个图对 那么我用红色箭头标的地方 是大盘的上证指数的一个图 那么我们从第一个开始来看 这个第一天是成交量是放大的明显大于前一天 对吧 对 那么上面的是阳线 阳线是突破了前10天的高点 那么第二天选择一个减仓 对了 对吧 然后第三天第四天出现了个回调 回调对 那么第二次 这个还是 对吧 第二次的话你卖出的话 第二天卖出的话 它后面躲过了一个大跌 然后是第三次 是突破后的第二天卖出的话 它见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 对 对吧 然后第四次 同样是 看它是一个大的高点 那这次就比较近 那么第五次就是最近的 最近我们看量能明显大于前天 然后是第二天是缩量的 横盘两天 那这个就是昨天 这个就是昨天 所以我今天早上 我当时在博客上也提到 提到2930点卖 为什么2930点卖 就是因为昨天突破2加1 就是今天卖 对对对没错 那么2加1卖了之后 就明天低位早买点 低位早买点 早买点是再突破的时候 如果它是再是注量的话 那我又买了 如果不是注量 微幅的放量我就拿着 这个方法我觉得 这是大盘 个股我就不列了 因为没时间列 你自己回去看一下 按照这个方法 大盘要走出来 个股一定能走 大部分都是 大部分都是 我不能说绝对 因为有些个股它放量很厉害 对吧 大部分都是按照大盘来走的话 那么你这个方法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实用 而且尤其是在现在的阶段下 第一个短线 二一个它可能波段拉的不那么纵深 不那么高的时候 你要是拉纵深非常深 转一波大行情 这可能差一点 特别现在的这个行情 我觉得甚至说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行情 可能都会比较适用的 对 希望您也结合着您的手中个股 结合大盘 把我们两位波段测服 还有什么T加1是吧 外出好好研究 那么这个资料 我们这个节目以后 也会在微信端 去给您传上去 你结合资料 再好好对比地研究一下 那好了 我们下一段 下一个小板块 是什么 是鼓子聊聊八 今天的鼓子聊聊八 和网天不太一样 今天我们将请进 昨天我们说的那位大咖 就是人家著名的投资人 威廉姆斯先生 我们对他的采访 我们将做一个播放 以及他的重要的指标 威廉指标 我也就会对这个指标 展开一个详细的讲解 希望您不要走快 我们在进这个 威廉姆斯之前 那先干嘛呢 先听一听 常外嘉宾 他们是怎么看待 今天的大盘 上证指数和创业板子 后市反弹如果要持续走强的话 上证的日成交量 应该维持在2000亿左右 创业板子1000亿左右 今天创业板子2182 关键点位未有效突破 后市有回踩 相应上证指数回踩 不破2870 那么短线反弹 仍未结束 创业板子的强制程位 是在2110附近 就短期而言 强制整理后的回踩 成交量只要不出现明显萎缩 短线的反弹不会就此终止 板块可以关注讯件时 其余彩票 特斯拉扩产概念 以及部分军工板块 从整个市场来说 不可能产生一个 避空的行情 主要是一个 期杆以后的一个震荡推行 从整个反弹的结构 反弹还没结束 目标位还是在3000点附近 近期应该说 大家可以从震荡当中 出现一些结构性的行情当中 去普通一些热点 那么从技术提醒来说 这些股票应该是在 对低位换手比较高的一些股票 这些股票后期存在 比较大的一个上涨机会 总的操作策略是拉回来 可以对这些股票逢低介入 欢迎回来 那在听完了嘉宾的观点之后呢 接下来马上进入 谈股论经的另一个小板块 股市寥寥吧 好 欢迎回来 那么今天的股市聊聊班呢 给大家准备一个特殊的内容 就是呢我们栏目组呢 采访了著名投资人拉里·威廉姆斯 提到拉里·威廉姆斯呢 很多新股民可能不太知道 他就是我们这个每个软件里都有的 威廉指标的发明人 他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发明的这个指标 那么这个人呢在1987年呢 参加了美国全美的一个潮流大赛 就是他气候大赛 当时他是冠军 那个得到冠军的这个收益率 至今没有人被打破 这个比赛是一年一测 到现在没有人被打破的 而且呢他的小女儿受他的培训 也曾经在16岁的时候同样 拿到了这个气候大赛的冠军 那么他在14年的时候呢 预测这个A股啊 我们A股 在15年的时候将有一波非常凌厉的大牛市 那么这个预测非常准呢 那么对于现在的市场 以及未来的我们A股市场 他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的编辑组呢 给您做一段采访 我们先首先来看一看 我们不用送这个货币 我认为是不在市场的市场 不然是在市场下来 其他市场内 今來我們在深入市場下,July, maybeAugust 2017 我們應該會,在這半的肌肉市場數目 我們應該應該會在這個肌肉市場下 開始,2017,然後,對,觀看 世界上方法 我想現在我認為市場上放到市場下 現時期,在第二季上 我們是未來的市場下 這是什麼我們的政府和方式指引 所以我认为我们有点压力 好了 那么我们编辑采访之后呢 我和拉里先生也是做一个私下的交流 他基本上在6月份的头一周到两周 他说还是比较看多 还是看涨 基本上到7, 8号左右 那么后面他讲9月份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买点 他还是对今年的市场 他还是抱我信心的 但是他对于明年 就是说17年 他可能是下半年他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调 当然这是他的理论来推测出来的 那么他的主要指标就是什么呢 威廉指标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一讲威廉指标 以及我个人通过多年的使用的指标 我的一点心得也在他的原有的指标上做了一下 我自己的这种更新和参数上的一个调整 那么下面我就会结合实例给您具体的讲一讲 这个威廉指标到底是怎么用的 首先我们看一看威廉指标 它的公式是这样的 就威廉V2 它等于什么呢 开盘价减去N日内的最低价 N日的参数你可以自己调 是吧 那么除以什么呢 最高价 N日内最高价减去N日内最低价 然后乘100 它的描述是什么呢 它的含义上 这股价当前的收盘价位处于你设定的时间范围 也就是这个N 它振幅区间的位置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一只股价就是从10块涨到20 你这过往的这个好比30天吧 以前30天这股价从10块涨到20块了 那你现在那股价那一是震荡吗 这个过往30天股价就10块到20块去年来震荡 现在比如说18块 那你那指标现在多少 就是80 那如果你那指标回来了又跌到10块了 那指标多少 0了 所以说你又涨到20了 这指标变成100了 所以它的描述是什么呢 它这个指标的得数呢 最后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0到100 这个数值区间 那反映什么呢 反映股价走势的强弱程度 那好了 下面我们的结合走势呢 来具体看一看 这是上证综合指数的日开显度 这个图形大家一看就看出来 什么呢 这是5178呀 那股价随着股价不断上涨 这是牛市啊 不断上涨 怎么样 它会怎么样 总是在最高价 总是在最高 因为这个你的N日啊 它是移动的 对吧 今天你是N 明天呢怎么样 明天你就在N日前减去1 然后在这边加上1 对吧 跟我们移动飞机线呢 那种扣进原理是一道理的 它怎么样 它不断的都是在最高价最高价最高价 始终贴最高价 它是有拉回 但是它总会向最高价来靠拢 说明那市怎么样 非常强啊 但是 一旦 怎么样 它的拉回的百分比超过了这个区间了 是不是 是不是超过这区间了 怎么样 意味着它这一波上升的牛市干嘛 结束了 从这你就应该什么 卖掉它 这一波整体大波的上升结束了 同样在下跌式里面 这是上证综合指数30分钟K线多 同样我们用于短线的时候呢 这是呢3373 大家对这个指数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吧 这是5178回来第一次达到3373点开始反弹 你看这个指标是不是从高位下来 但是呢它怎么样 反弹越来越弱 这反弹是不是越来越弱 我们有句话嘛 反弹不是斥斥斥斥不反弹嘛 它越来越最终的反弹 这基本上不弹了 但是它会形成一个向下的趋势 突破了 怎么样 一波反弹从此诞生了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我们这次呢 我们再往后一看一次 这是哪儿呢 2638 这是第一个2638 这后排一个对不对 那第一个也是同样 这个指标呢 也是从上到下下来了 然后在低位做出什么一个 足脊走低的 这跟刚才那个 江七跟您说 那个斜行差不多是吧 这是平行三点行 因为最低它就是零嘛 对吧 足脊走低这么压力线 突破了 从这儿突破了 一波反弹起来了 所以说这个指标呢 它呢 那里先生用的参数呢 可能比较短 它比较适合短线的操作 我的这种参数呢 相对比较长一点 这个参数呢 用的是多少呢 170您回去自己调一下就可以 基本上就能够 能够根据您的个股和指数 就能够做出一个判断来了 那么我在使用的指标是 包括以往的6124 等等一个大的一个顶部 和大的底部 包括1664这些底部 都做出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判断 那么基本上买点和卖点 还都是能够把握得非常非常及时的 因此呢我觉得各个指标 其实它又都有它的好处 那么我们现在可能大家非常用的非常多的 KD MCD 布林县这些指标 都有它的优点 但是每一个指标 它有每个指标的特点 那么不同的指标 您千万不能光认为它就是一个金插和紫插 这是不对的 那首先您要搞懂这指标的原理 然后通过那原理呢 慢慢您去调试 这个参数呢 可能个股的参数它不会一样 因为个股是个股的走 走势它有它属性 脾气不一样 有的个股一涨 就是涨的满 有的个股才是慢牛 所以说你用同一个参数 那肯定是有问题 因此那参数根据个股的不同的走势 以及同一只股票 它在不同的时间段内 它走出不同的走势 您的参数也要需要去调 甚至说你要更换什么 更换您的技术指标 这时候我用它 那时候我用它 这时候呢我觉得 才能够更好的发挥指标的功效 那么技术上的这个问题呢 我还有很多 以后呢在这种 古事聊聊八也好 微信联络开也好 等等一些 包括我们的周末版 都会一一的 慢慢的给大家做一个讲述 因为内容非常非常的多 那不可能一下子给您讲的非常明白 我欢迎您呢 就是每天每天 我昨天就讲啊 我们这个什么 连续剧 它不是这一个电影上放完就完了 它是个连续剧 技术 它也不是一个点和一个点 能够分割开来的 它是个综合的东西 所以说您在研判的时候 还是要综合的来去判断的 把这各个方面 就刚才江琪讲了 共振嘛 你说五个指标都指向了买点 那就买 必须要买 肯定涨了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也让卖 那也让卖了 那就要卖了 当指标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还讲过什么 现在m后kd 对不对 指标冲突的时候我怎么办 所以说那指标的使用呢 它也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的 单纯的看什么 看金叉 看死叉 看突破看跌破 也不是那么简单 慢慢的 别着急 我们会慢慢的 把我们多年 我以及我们的嘉宾 在多年实战当中 总结经验 慢慢的告诉给您 好了 那么下面呢 就将进入我们的这个最后一个板块 是明日抢先报 在听完了股市聊聊八之后呢 接下来马上进入谈果论经的下一个小板块 明日抢先报 好 明日抢先报 两市呢 今天都是一个预阻 然后的一个震荡走势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对明天该是怎么判断呢 首先来看一看上证综合指数 那么上证宗旨的它日K线呢 它是什么 六十日线的阻力下的兴线 昨天我们讲了六十线多少 二九三零 你要注意 注意这个压力 今天二九二九 在这嘎然而止 那么上方的压力沉重 均线呢 依然是纠结的一个状态 五日线呢 明天呢 将上行到二九八零附近 那么即便是五日线上到二九八零了 它怎么样 但它与现在日线的收盘呢 仍有较大的拐离 那么随IMACD呢 继续金叉上行 KDG指边的这个机制就在勾 它已经到达了超卖区了 要等待拉回的买点 要等一待 等它回来 那么它的六十分钟呢 前期平台下沿处预阻 均线的是多头排列的 那么前期平台下沿 在这停了 是吧 MACD呢 是空柱缩短了 KDG指指边的高位死叉了 短线需要拉回修复 等待KDG再次的进叉嘛 也就拉回来你再叉叉 那我再进场 是吧 那么创业版呢 它在关键阴线实体二分之一处 预阻 哪条关键阴线 就是这一条 就这一条 它二分之一处 二分之一什么意思 那就是这一天的市场的什么 平均成本 这一天平均成本 那么在这停了 那收出什么 收出了一个射击之星 均线呢 是多头排列的 五日线明天将上行到2125附近 但贵力仍然较大 射击之星 你这个射击之星 你可不可以化解 那当然出现图形不好 不可 就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图形 那可不可以化解 可以 拉根阳线把它盖掉 那才可以 如果不是 那么将市场进入调整的概率 就非常非常之大了 那么MACD呢 继续进叉上行 KD接近超买的区域 短线有拉回修复的需求 等在回踩均线的低吸引的机会 不要追 那么创业版的60分钟 我们看 60分钟呢 三角形突破 以达理论量幅 这个昨天我明明是抢现方向 2190 对吧 它这个理论量幅 你这是多高 这是达出多高 今天是多少 今天是2188 差两点是吧 那么MACD呢 它的红柱缩短 KDG超买区 粘合了 也接近死差了 但是它还没死差 粘合在一起了 短线需要震荡修复 等待进入的机会 那么这个机会呢 是有的 但是一定要稍等一等才可以的 好了 这个广告之后呢 我们再和两位嘉宾呢 再细致的再聊一聊 好 我们现在进入抽奖环节 请看屏幕 停 恭喜屏幕上对观众 他将获得飞科集团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好了 我们现在回到现场 两位少壮派都是技术高手 我发现两位对于指标使用 都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刚才呢 我们就是说是未来指标 是吧 后面我们还有其他指标 这些指标呢 我发现呢 就是说它 你看这个温指标 六七十年代发明的 对岁数比我何方都大 是吧 那在使用当中呢 是不是您的二位使用指标的时候 也有自己的独特的参数啊 其他东西是不是也要改一改 首先是这样 我个人认为的话 指标这一块东西 你首先先要定清楚 它是震荡类指标 还是趋势类指标 什么行情用什么指标 你如果是在一个单边趋势行情中 你去用震荡类指标的话 其实你反而会做反调 对 再反过来说 其实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在首先 你要先对行情去做一个定性 当前是属于什么样的行情 如果是震荡类行情的话 就是像威廉指标啊 ISI 包括KDJ 你吃牢面的时候 就不能用屎勺 对 所以说在什么行情 你要针对性 去用什么一个指标 而且你要有